她正是向受害者表达最深的歉意 对不起,我错了 我感到非常后悔 她解释,近期因家庭变故 比赛压力及长期忧郁症的折磨 身心状态陷入低谷 为了改善失眠问题 她依赖安眠药 但药物的副作用让她精神恍惚 最终犯下大错 健身圈近日因一起钱包失窃事件掀起轩人大波 失眠YouTuber见人盖一的姐姐在健身房照谢 随助监视器画面曝光 嫌疑对象被网友指向皮特哥哥的前妻Elisa 事件在网络引发乐意 Elisa于25日晚间发文致歉 承认犯行并宣布暂停所有工作 这起事件发生于盖一姐姐参加健身课程时 她将包包放置在座位旁 离开片刻后,钱包却不意而非 监视器清晰记录下案发过程 一名健身教练趁夕翻找包包 迅速将钱包放入自己的背包 行为隐秘且快速 受害者随后发现钱包失踪 并询问该教练 对方却以关心的口吻回应 不要想了 说不定有人捡到给你 担心你没钱回家 这种态度让盖一及其家人怒火中烧 随即将监视器片段曝光 虽然影片中的涉案者被打上马赛克 但网友根据外形和服装特征猜测 嫌疑人疑似理撒 同时,早前的card上一则帖子也被翻出 内容提到A,一直行为都很有问题 前阵子还偷学生前被拍到 在某铁健身房 被偷的人各个是健身网红 也有被监视器拍到 细节除了哥哥以为 与本安如出意者 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后 Alyssa深夜发文公开致歉 并承认自己的行为 她正式向受害者表达最深的歉意 对不起,我错了 我感到非常后悔 她解释 近期因家庭变故 比赛压力及长期忧郁症的折磨 身心状态陷入低谷 为了改善失眠问题 她依赖安眠药 但药物的副作用让她精神恍惚 最终犯下大错 她明白 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我错误的借口 更何况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我应该以身作则 但我却犯了这样的错误 Alyssa进一步表示 将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 并决定暂停所有工作 专注于心理健康的调整和恢复 我不奢求可以立即被原谅 但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好 她感谢所有批评和执政她的人 认为这些声音帮助她正是自身问题 最后 她再次向受害者表达最深的歉意 让支持她的人失望了 对不起 我真心向大家道歉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随后 皮特格格的检测结果显示阴性 检方因此认为她涉毒嫌疑不足 对其吸毒部分不起诉 然而 持有毒品的指控仍将继续调查 案件能在进行中 健身网红皮特格格 以分享健身和营养知识文明 YouTube频道累计76.8万订阅 不过 今年2月她宣布与前妻叶莉莎离婚 接着在3月因涉嫌持有及吸食大麻 遭警方调查 近日其尿液检验结果出炉 曾因信 检方因此决定不起诉她吸毒部分 但能将持有毒品的部分另案侦办 事件发生于今年3月15日 皮特格格因涉嫌持有及使用二级毒品大麻 遭到台北市井中山分局搜查被查获一包大麻烟草 以及含有大麻成分之电子烟 警方时搜索票搜索她所经营的 位于南京东路健身房与仓库等处 办公室的外套口袋里发现一包9.86克的大麻 最终 皮特格格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被移众法办 根据调查 检警是在接获她多次吸食大麻的线报后展开搜查 不过 皮特格格声称这些大麻并非她的 有人故意将毒品放入她的口袋 她本人并没有吸食毒品 事后 皮特格格以5万元交保 同时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道歉 并表示将配合调查程序 但由于案件侦查不公开 暂时无法对外透露更多详情 除了她本人 皮特格格工作之内的9名员工也一同接受了尿液检测 调查是否有其他涉毒行为 随后皮特格格的检测结果显示阴性 检方因此认为她涉毒嫌疑不足 对其吸毒部分不起处 然而 持有毒品的指控仍将继续调查 案件仍在进行中 大家对皮特格格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在搜查过程中 皮特格格对于非法药品的来源表示毫不知情 并坚决否认任何非法药品相关指控 但警方仍以非法药品罪名将其移送法办 在大众健身热潮之下 健身频道YouTuber皮特格格 原本是许多健身爱好者的追随对象 然而近日却因非法药品案件卷入风暴 警方于15日上午都位于台北市中山区 南京洞乐的健身房进行突击搜查 并在皮特格格的办公室 内发现一报一次非法药品震惊社会各界 皮特格格自YouTube频道成立以来 以其独特的健身方法及 正能量形象深受广大网游戏爱订阅者高达77.3万 然而这次非法药品营养不仅令人质疑其形象 也让公众对于网红背后的真实生活产生疑问 警方表示这次的搜查是根据宪报进行 经过详细调查后决定采取行动 在搜查过程中 皮特格格对于非法药品的来源表示毫不知情 并坚决否认任何非法药品相关指控 但警方仍以非法药品罪名将其移送法办 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健身 文化和网红影响力的广泛讨论 一方面民众开始重新审视网红 以及公众人物的角色与影响力 另一方面对于如何在追求健康美的同时 保持清洁运动环境的话题也成为讨论焦点 此外皮特格格的粉丝对此消息感到震惊与不解 许多人表示难以相信他会涉及非法药品事件 并希望真相能够早日大白 然而也有部分人开始反思追星文化 认为不应过度理想化任何公众人物 对此心理学家表示 网红与粉丝之间的关系如同一面镜子 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与期望 事件提醒公众不论是追随者还是被追随者 都应更加谨慎地处理公众形象与私生活的界限 台北市警局呼吁弱市民有任何有关非法药品的资讯 请勇于站出来举报共同维护社会的安全与健康 同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对于公共场所的监控 以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在此事件中社会各界都在反思与讨论 希望能够从中吸取教训 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而对于皮特格格本人无论最后的法律判决如何 这一切都将成为他人身中无法抹去的一页 影片发布后 许多网友对此表达不满 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不适当 还显得极其低俗 美国健身网红乔伊斯沃尔 周易斯沃尔也针对此事发生 他在影片中批评考试的行为 气氛地表示 Seller Cause最近在健身房拍摄的一段影片引起广泛关注和批评 影片中 考试身穿白色小背心与粉红色短裤 冷面看似普通运动装 但接下来的行为却让观众聪慕结舌 他将举重感跨坐于下体 进行来回摩擦动作 彭扶是在锻炼自己的摩擦力 影片发布后 许多网友对此表达不满 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不适当 还显得极其低俗 美国健身网红乔伊斯沃尔 周易斯沃尔也针对此事发生 他在影片中批评考试的行为 气氛地表示 这是我看过最恶心的健身影片 健身房应该开始把这种人赶出去 并且呼吁健身房应该严格监管这类行为 不该允许健身房成为自媒体的舞台 斯维尔认为 考试之所以在健身房拍摄这类影片 是为了吸引成人平台上的粉丝 增加点击量并从中牟利 尽管他并不反对任何人通过拍摄影片赚钱 但强调这种动作应该在私人空间进行 而不是在健身房这样的公共场合 斯沃尔的言论引发了不少网友共鸣 许多人留言附和 表示对考试这种行为感到恶心 部分健身爱好者认为他的行为会污染健身器材 令人不能触碰 有网友甚至担心 若在健身房使用了这类被弄脏的器材 既不卫生又不尊重其他人 许多人表示 健身房本来是用来锻炼的 不是用来制造穴头的 还有人感叹健身房有未成年人也有家庭群体 他这样的行为应接受法律制裁 也有网友指出 类似行为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某些人 对成人平台的需求旺盛 才让考试等人有机可乘 肯定要怪他 但也必须责备那些点赞并追踪这类垃圾的男人 没有需求就没有供应 然而考试对这些指责似乎毫不在意 他将个人Instagram账号设为私人模式 并在X平台发布新的健身影片 甚至带挑衅异味的写下哈啰 酸民们 显然不认为自己行为有任何问题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